哦 幸福就好 我会做个好观众 健身版级生单活动 开幕的颜亚伦 现场演唱了我的林间男友 片尾曲 你幸福就好 软软的歌声 让本集们的心也暖暖的 能给的只剩下祝福 生日不想麻烦大家 我其实每次过生日都很尴尬 就是觉得一个人生日 然后要劳师动众 有时候要麻烦同事 有时候自己的朋友 帮忙庆生都觉得很 我宁愿在这个生日的时候 可以自己付出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所以我自己在脸书上面 有准备惊喜 然后希望明天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讲这样子 虽然不想老师动众的他 师姐SHE早就已经在新加坡 为亚伦提早过生日了 生日当然少不了生日冤枉啦 希望这个三十岁 这个男人的人生才开始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 更八面玲珑一点 迎接三十岁的他 想挑战平头路线 可是 什么路线啊 我很想要替平头 但是我们公司不让我气 最令人感兴趣的 当然也就是亚伦的感情归属啦 归属啊 算了 没有奢求 亚伦啊 就别说的这么泄气嘛 我们一起加油啦 拍摄动作电影 也要加油哦 有苦全娱乐 男人都是越活越有魅力 台北报导 我会做个好观众 现身版级升单活动 开幕的颜亚伦 现场演唱了 我的领先男友 片尾曲 你幸福就好 暖暖的歌声 让粉丝们的心也暖暖的 爱都能给的只剩下 祝福 生日 不想麻烦大家 我其实每次过生日都很尴尬 就是觉得一个人 生日然后要劳师动众 有时候要麻烦同事 有时候自己的朋友 帮忙庆生 都觉得很 我宁愿在这个生日的时候 可以自己付出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嘛 所以我自己在脸书上面 有准备惊喜 然后希望明天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讲这样子 虽然不想老师动众的他 师姐SHE早就已经在新加坡 为亚伦提早过生日了 生日当然少不了生日愿望啦 希望这个三十岁 这个男人的人生才开始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 更八面玲珑一点 迎接三十岁的他 想挑战平头路线 可是 什么路线啊 我很想要剃平头 但是公司不让我剃 最令人感兴趣的 当然也就是亚伦的感情归属啦 归属啊算了 没有奢求 亚伦啊 就别说的这么泄气嘛 我们一起加油啦 拍摄动作电影也要加油哦 有苦全娱乐 男人都是越活越有魅力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